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号星期三的上午10点 如果你种芦笋 那么在秋天应该像我这样长的 至少就是现在顶上是郁郁松松的 像云山一样的叶子再长着 然后长得有一米五 就是说芦笋在春天是收获的 在长出嫩芽的时候 比纤比粗 你就开始收 那么一直收呢 因为你不但地割 它会不但地再冒出新的芦笋 这就是收获芦笋的方法 但是随着它的能量逐渐的减弱 那么它冒出来的芽 就是咱们所收的芦笋越来越细 当你细到比你的小手指头要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要听子收割 那么让它长出来的芦笋 细的芦笋 那么就继续长 长出叶子 这样在整个夏天 你看它的叶子和杆继续再长 长成了一颗一颗的 像云山一样的小树一样 像这个叶子 看 是不是也是很漂亮的 但是你种芦笋一定要给出地方 因为它呢 几颗呢 你看 会 长出叶子以后呢 会穿得很高 然后呢 这个叶子呢 每一个芦笋的主干呢 都会长出侧子 侧子 又会伸得很长 你看 我这个呢 实际上已经给它打头了 但是呢 也是长得还好 那它又需要这样 因为呢 这个芦笋呢 你来年呢 有长那么多根出来 你看 都是需要它能量的 所以呢 整个夏天呢 一定要 让它这些叶子呢 长 不要给割掉 那么到了秋天呢 以后呢 现在呢 慢慢呢 它开始变黄了 你看 再过几天 可能整个都会变成金黄的 也是很好看的 有两种选择 那么等到整个黄了以后 整个到十一月份 你可以把整个呢 从这个根部 从这个根部 给它剪掉 然后呢 在十二月份 像多伦多 地面上洞以后 要给它 这个根部呢 剪掉的 以后呢 给它 盖上这个腐质土 盖上 一寸到三 有三寸吧 因为芦笋呢 它长出又鲜又嫩的芦笋 这个在春天 它需要很多 这个营养的 所以芦笋呢 是养种芦笋 你要收获 又粗 又嫩的芦笋 一定这个营养和水分要跟上去 当然太阳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以前呢 我给大家做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路顺长得多粗 然后有多长 对吧 那么你就是 腐质土 在秋天 给它盖上三寸 就是十公分左右 然后呢 等到在春天 它开始冒出芽的时候呢 再给它铺上 这些腐质土 另外一种呢 就是有的呢 就是这个叶子呢 就让它过冬 就不管它了 这样呢 就起一种保护的作用 实际上无损也是比较耐寒的 但是呢 有的人呢 就留着 让它就倒伏在这个根部 保护着它 实际上就是像我 比较喜欢给剪掉的方法 因为剪掉了以后呢 你给铺上这个腐质土 腐质土呢 照样可以保护它 这个叶子呢 留着就是在冬天呢 就是感觉比较烂糟糟的是吧 它呢 因为本身你看 在夏天和整个风长季节 长得又高 然后呢 你要给它自撑的 你看我的猪杆 就那么高的猪杆 再撑的 不然的话 就刮风一下雨 圈倒的 就很烂的 所以呢 要给它这些足够的空间 水 很营养 但我这个卤损呢 你看 更有意思一点呢 它有呢 有很多小红小白果子 实际上呢 这个果子呢 开始呢 是绿的 绿了以后呢 它会熟了以后呢 变红 红了以后呢 在秋天呢 又会变白 这白 这白的呢 我拿出来一个 你看 这些就是被鸟吃了 被鸟吃掉了 它里面是 这个 还能看到 你看 你看 种子 黑的就是种子 所以呢 这个 鲁笋呢 长种子的 是这个 female的 是母的 有的人不主张说 养这样的 感觉它会影响 产量 但是作为来说呢 我没感觉到 它就 产量就不好 但是 我在种子前也不知道 但是在秋天呢 看这种小果子 挂的很多 红红的 最后还变白 以后呢 鸟也可以吃 它的种子 掉到地上以后呢 自己呢 也可以 发出来新的芦笋 所以呢 一举 多得 是吧 好 今天呢 向大家继续教一下 我的芦笋 芦笋是一种很好的蔬菜 是吧 它可以在你的花园 生长 40年 甚至更 更长的时间 所以呢 一定给它学好一个 阳光充足的地方 给它水肥 跟上去 然后给它足够的空间 那么 你就每年就 尊贱就收了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